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早上中晚上好 我们看一下啊,这两天整个币圈呢 比特币听说创下了年内的新高 随着最近很多ETF陆陆续续的被通过 最近有一个好像一个两倍的ETF被通过了 我看一下 对,什么杠杆ETF,什么volatility shares 推出首支杠杆比特币期货ETF 它就是可以做两倍的期货 这个我感觉总有一天期货比特币 总有一天现货比特币会通过 这个已经有点搞笑了 就这个期货,它虽然是个期货 但是只能做两倍的杠杆 那其实和现货就没什么区别了 除了这是一个期货 期货是不需要在实际的市场上去买入现货的 所以它叫做期货 但是呢,它把这个杠杆呢 规定了只能做两倍 只能做两倍,不能够超过两倍 那之前有很多倍的期货的ETF 对吧,现在是两倍 未来就是现货的比特币的ETF 对吧,慢慢慢慢 总是要来的 大家做好准备 来完之后肯定会爆拉一波 肯定会爆拉一波 为什么,有的人说为什么会爆拉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就是因为如果SEC 对吧,美国证监会同意了比特币的现货 我们首先说现货的ETF之后 那就是说美国的养老金401 还有美国的一些很多很多的一些大的资金 对吧,他们就有合法的渠道去买买卖了 这个ETF将会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进行销售 对吧,你不管是从JP Morgan 或Morgan Stanley 或者那些银行 对吧,都可以去买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资金就可以进入了 那现在的话 像这种ETF 对吧,一是那个Future 期货的话是不需要买现货作为抵押的 对吧,有点不一样 好,那我们看 24小时之内 据说比特币创了新高 对吧,21,185 在昨天晚上创新高 现在跌了一点 但总的来说 比特币由于那些ETF的一些加持 不断的在涨 对吧,你看7天涨了17%之多 超过了很多的币 对吧,超过很多币 涨得比较好的最近是BCH 比如CoinCash 可能是有庄家路长 对吧,拉得非常的凶 拉得非常的凶 而其他的一些币 其实一般的 好,而除此之外 小币种里面 我们不得不说就是 Pando对吧 Pando 据说创了新高 创了最近的新高 到了昨天到了0.68 0.68 如果你们关注我的视频的话 很早之前了吧 大概有三个月有了 对吧,三个月有了 我不找了对吧 那时候Pando 对吧,三个月之前对吧 我们看三个月之前 我们讲Pando的时候是多少钱 好,给我看看币圈 币圈这两天 我们看一下三个月之前的Pando 是多少钱 那时候是Odinus Odinus正火的时候的 哎,Pando逆势上涨 我们可能是在三个月之前就讲 来搜一下 Pando Pando竟然可以 三个月前对吧 我们这个做了 很长很长时间 一个多小时的视频 对吧 那时候是两毛钱 对吧 两毛钱 现在差不多是七毛钱 涨了3.5倍 这个讲了一个小时多的视频 把整个Pando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期视频看的人也特别多 3.7K 点赞有300多点赞 特别多点赞 说明大家还是懂的 对吧 大家还是懂的 OK 除此之外呢 其实就没什么 我现在真的非常看好 LS DeFi 那在讲LS DeFi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最近 整个市场分盘的NFT市场 那黄历成疯狂的出货 在那个Blur上面疯狂的出货 对吧 陆陆续续 最近又开始卖了 卖出了一枚Azuki 对吧 又抛了5枚BAYC 又抛售了12枚MAYC 对吧 总的来说 他卖了40枚BAYC 25 对吧 等等等等 一共是获得了1428个以太 在最近最近一段时间之内 在Blur上抛售对吧 具体什么什么 5枚对吧 这个导致了什么情况呢 就是导致了整个NFT市场崩盘 对吧 除了Azuki Azuki是非常的坚挺之外 也是黄历成 没有重仓 其他非常 MAYC现在地板价是7.11了 对吧 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 你看地板价最高达到过40个以太 40个以太 之前一直是在11 12对吧 现在已经是7.11了 你敢相信 不敢相信 MAYC其实要比BAYC要稳一点 因为BAYC太贵了 BAYC37.4个以太 非常的夸张 我们看一下 最高时候达到过150个 170个以太的惊人地板价 我们 这个我们是看着它的 对吧 就是在侯帝发售之前 惊人的惊人的惊人的地板价 170个以太 那时候以太还是3000块一个 也就是一个BAYC 那时候差不多是50万美金左右 对吧 50万美金左右 现在是多少 37.4个 2000块一个 是75000美金左右 从50万跌到了75000 作为一个蓝筹 这个有点夸张 而且是在NFT领域 我们知道NFT领域出了名的是没有流动性的 对吧 没有流动性 好 如果大家要买 我感到最佳买卖的地方就是Bandow Bandow Bandow 作为NFT的借贷龙头之一 最近很惨 对吧 一直在清算 你看Bandow Bandow的预言机总是有点问题 它的Flow price还是在41 对吧 它预言机比较滞后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面有很多很多清算 对吧 有Ksquare31个仪态 就可以获得一个BAYC 对吧 还有三小时 大家如果喜欢BAYC 喜欢MAYC的 可以去Bandow里面去看 去看 挺多的 对吧 你看有很多什么克隆人 克隆X 你看很多的 Health Factor 都非常的低 都非常的低 包括BAYC 现在它还在40 其实 其实OpenC已经是37.4了 对吧 这个X2 Y2 就46.5 是虚高的 虚高的 你看清令可以是39 对吧 39 其实就是应该是在38 左右 所以这边还是40亿 对吧 跌得很惨 马上要一波清算 一波清算 对吧 你看里面猴子还是挺多的 是吧 猴子还是挺多的 好吧 好 那这个是NFT 残不容 最后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LSDFI 我最近一直在关注LSDFI LSDFI现在非常的早期 对吧 昨天我们说了 对吧 整个那个LSD的市场 是LSDFI市场的什么四五十倍 对吧 四五十倍 我曾经在推特里面发过 对吧 我看一下 我击败轻了 对 你看整个LSD LSD的市场是LSDFI市场的四十五倍之多 对吧 四十五倍之多 好 那我们看这个LSDFI市场当中 现在用通过数据来跑一跑 看出哪个是最有潜力的 谁将获胜 对吧 我们一起来看 当然里面最重要的是LIDO LIDO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 第一点大家要知道的是 自从以太坊的上海升级 Shepala升级之后 对吧 以太坊的质押呢 反而一直在增加 这也是我们之前和大家说的 对吧 因为为什么呢 之前你只能进不能出 对吧 升级之后呢 你能进能出 那对一些机构来说呢 反而看到了这种灵活性 对吧 就质押之前是15% 现在达到19% 这个还是蛮牛逼的 有20%的以太锁在了这个质押里面 对吧 去做去做那个validator的 这个还是蛮牛逼的 整个20% 那你说和那些什么强装币 什么百分之七八十啊 这个不能比 那毕竟以太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对吧 是真正去中心化的东西 不是掌握在那些 不是所有的 当然很多人有很多以太有很多巨金 对吧 但相比那些 这个什么B&B这种 对吧 掌握在一堆巨金当中是不能比的 对吧 总的来说呢 这个以太还是不错的 有20%已经很不错了 对吧 如果哪天以太能够增长到30%40% 那真的很牛逼 就为什么我们很看好以太 就这个原因 这是社区的力量 community 共识的力量 好 在LSD里面 我们看这张图 对吧 那其中排在第一的是 这里面好像很多没有啊 这里面排第一的是什么 IETH 对吧 38.34个million 这里面对 不是特别多 包括curveUSD也有一点 我看他是怎么说的 对吧 LSD里面市场上 Libra还是人居榜首 对吧 我们说过Libra 虽然代币价格跌了很多啊 80% 但是呢 Libra呢 还是很强 对吧 在这边 对吧 Libra 占了market share的34% 第二个是IETH 第三名是Pando 对吧 然后是curveUSD 然后是raft 当然这还是非常早期啊 说不定哪个协议就冲上来了 对吧 冲上 我们这边讲过了Libra 对吧 我们讲过Pando 我们讲过curveUSD 我们讲过了raft 这个NSHETH 到时候我们可以讲一下 对吧 没有太多的花筒 主要是前面几个还是不错 好 curveUSD呢 最近呢 一开始是flexETH 对吧 现在支持了raftSTH 一个月的增长率高达89% curveUSD是牛逼的 我们之前详细的讲过 对吧 没有看过的大兄弟们 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curve是牛逼的 没有看过的大兄弟们 一定要去看一下 对吧 直接搜对吧 curveUSD 花了40分钟时间 讲了curve的USD的机制 对吧 他是怎么给那个LSD 给富能的LSD 他不光只能做LSD 他还可以做 比如说把WBTC制压进去 也是可以的 都可以 当然他也占LSD FY的一个边 对吧 curveUSD 但curveUSD呢 他的Ponzienomics 他的庞式 或者是说他的好玩度 相比于我们说的Libra Libra还是有差距的 对吧 还是有差距的 Libra更好玩 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这是什么 TVL的最大输家 对吧 由于TVL价格 由于Libra的价格下跌 导致了下降 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看一下 总的来说 还是很强的 还是一个月的Change 还是排在第一名 还是排在第一名 好 MarketShare 我们可以看到 LSDFYSUMMER当中 那个LIDL还是占主打地位 Rapted ST 和ST 都是LIDL的东西 市场份额超过了80% 85对吧 非常的强 还有一个就是SWELL SWELL是一个澳洲的小 在4500万美元的SW 仪态当中 SLSDFY已经超过700 还有FRAX 对吧 看一下SWELL SW仪态 7.42 million 主要是有空头预期 为什么SWELL涨这么多 主要是有空头预期 还有的就是什么Rapt 我们昨天刚讲的Rapt 然后CurveUSD 我觉得Rapt 和EUSD和CurveUSD当排 我把EUSD排第一 第二排CIVUSD 但是CIVUSD有Curve 而且它那套机制 也非常的好 如果抛开LSDFY 那CurveUSD是非常不错的 对吧 那还有就是Pandle Pandle的玩法又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好 那总结一下 那现在在LSDFY当中 我觉得龙头是Libra 对吧 Li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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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nce 并且未来Libra 还会持续的更新 持续的更新 其他值得关注的 就是FRAX FRAX的 FRAX一台 对吧 FRAX一台 和Stake的FRAX一台 他们也马上出现VT了 那肯定会有不少的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FRAX FRAX FRAX SHARE 它的代币叫做 FRAX SHARE FRAX FRAX 对最高到6块 有一种回头 之前最低的时候 大概是在4块多 在FRAX的时候 是在4块多 看一下FRAX SHARE 是它代币 然后它做的东西挺多的 FRAX FRAX我们之前讲过 但是它做的东西 是现在挺多的 还是非常BOOLISH FRAX它有什么SWAP 对吧 有LAND 有FRAX以太 有VFX 对吧 有Staking 什么FRAX Ferry 或者是 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对吧 还有Gauge 等等 它现在做的东西真的很多 据说还要做一条自己的Layer 2 对吧 所以FRAX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吧 关注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做到这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24小时 比特币继续攀升 然后NFT市场惨不忍睹 到最后的LSDefi的用数据 我们来看一看哪个会胜出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做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Peace